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容牛肉 那么这种美容牛肉真的会在我们身边的市场出现吗 这美容过的牛肉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又是如何被美容的呢 曾有新闻报道 执板人员在丹东某菜市场中 一共卖牛肉的摊位里 发现了十几包仿制用的化工染料 而令人惊讶的是 商户承认这些染料是给牛肉上色用的 这种化工染料的外包装写着 化工染色字眼 最后执法人员在水中加入了少量染色粉末 水瞬间变成了鲜红色 根据清点 执法人员查处了600斤 添加了化工染料的变质牛肉 市值1.8万元 目前这批牛肉已经被封存 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做进一步调查 这种被美容染色的编制牛肉 真的能做到以假论真吗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模拟实验 来给这牛肉美美容 我们的编导很容易地就从网上一家店铺 买到化工染料 那么这种化工染料染过的牛肉 会变成什么样 首先我们往一个装满两升水的瓶子里 加入了大约一克这种化工染料 经过搅拌 水瞬间就变成了鲜红色 接下来我们的编导找到了一块 已经变质的牛肉 这块牛肉已经发生了变质 颜色也有些发白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瓶化工染色剂 来染这块牛肉 看看它外表能不能变成一块新鲜肉 我们先把含有化工染料的水倒入碗里 然后直接放入变质的牛肉 用手在牛肉表面揉搓一下 进行催化 这样浸泡5分钟 我们再来看看这块牛肉的变化 5分钟过后 这块牛肉的表面已经和染色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再拿它和一块正常的鲜牛肉做一下对比 这块染过色的牛肉更加鲜红 像刚刚屠宰过的 当然我们这只是简单地把牛肉染色 就已经把一块变质的牛肉染成了鲜牛肉 如果把这两块牛肉放在一起 您会选哪块呢 这也是我们节目在一开始时给您出的互动问题 左边的这块牛肉是美容过的染色牛肉 右边的是正常牛肉 您猜对了吗 劣质牛肉被美容 换句话来说呢 就劣质的牛肉 通过染色染料呢 让它变得表面上看得非常非常的新鲜 但是我们现在最更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 更关注的问题是 这些所谓的染料 吃下去之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那回答这个问题我肯定是不行 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实践顾问 左小霞老师 有请 染了色之后 对我们身体健康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那么它吃进去以后 首先对胃肠道是有刺激的 然后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同时呢 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它都是有影响的 如果长期老是吃这种染色的牛肉的话 它可能会致癌 那么长期这种工业的原料在里边呢 因为有些有毒的化学物质 还有些中因素 它会引起身体的慢性中毒 甚至会引起死亡 听到没有 非常关键性的词语 死亡 关系到生命安全的 在做老师 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交给我们 避免买到那种美容染色的牛肉啊 其实像我们这儿 摆了两盘牛肉 对 是吧 那这两盘牛肉呢 有一盘是染色的 我们有几招 第一招呢 我们通过手来摸 这个就比较光滑 是吧 手感的弹性比较好 比较有光泽度 然后弹性比较好 而且它是 这个肉的表面呢 是微干的 这个染色的牛肉的话 你摸 它光滑度没有那么好 或者有点粘手 有点粘手 你有没有其他的物质 在里面了吗 对对对 第二个我们可以闻味道 今天你看 你闻一下这个牛肉的味道 你再闻一下这个味道 染过的这个的话 它那个腥味特别刺鼻 你知道吗 味道比较重 我们通过闻 通过摸 基本上能够识别 变色的牛肉 当然牛肉的问题 还不仅仅只是这些 接下来各位 请你们吃点熟的 李然 你接着吃了呀 反正李然也吃了 我就跟大家说实话 确实有问题 这酱牛肉 这个刚出来的时候 颜色不对 金属色 你说到这个酱牛肉吧 因为我自己特别爱吃 所以我经常买 有的时候我就真的会遇到 这个酱牛肉买回来 切开它这个横截面上 是采魂的事 现在问题就出现了 这酱牛肉为什么会出现金属色 这金属色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健康上的影响吗 各位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酱牛肉 无疑是很多人非常爱吃的一种美味 但是这爱吃酱牛肉的人 几乎都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就是这个牛肉的横截面 有的时候会出现金属的光泽 这种金属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样的酱牛肉到底能吃吗 为此我们的编导也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在网上输入关键词 酱牛肉有金属的颜色 与其相关的文章竟然有六万多条 而且很多人都在询问这个问题 而大家最多怀疑的对象 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关键词上 第一就是重金属超标 因为牛肉表面的颜色 非常接近金属的光泽 所以很多人都怀疑是这种牛肉在制作的过程中 加入了某些化学试剂 导致重金属超标 从而表面出现金属的颜色 而第二种关键是说 酱牛肉本身已经变质导致出现金属的颜色 到底哪个原因才是导致酱牛肉出现金属色的真正原因呢 这牛肉啊 从前面一切开 会出现这种金属的颜色呢 但是有两种说法 一种呢是说重金属超标 另外一种呢说的是这个牛肉变质 第一种 我觉得第一种 这个金属超标 因为它切开的颜色跟金属的颜色是一样的呀 看啊 飞也飞也 这个我认为啊还是变质的 因为什么的 咱们可能您如果要是对生活啊 有所观察的话 您会发现有很多肉食 它变质之后都是这个啥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造成这个金属颜色 这个呢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说下有说变质的啊 然后这个牛肉呢我们看了一下 它的质量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变质呢这条不存在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 是不是重金属问题了 重金属呢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 拱啊 个啊 生啊等等 它的颜色一般不会是这种颜色 那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现在觉得很疑惑 其实就是我们在做酱油肉的时候 会用到很多的什么呢 盐 盐 盐啊 这个盐呢它可能放的 就是盐它成分主要什么 绿化辣 那么绿化辣跟我们肉里边 有很多的矿物质 一些别的微量元素 一反应的话 有些矿物质它会被置换出来 它虽然说不是说那种重金属 大家不用害怕啊 所以它也会有一种 这种颜色的反应 但这个反应大家不用害怕 就说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吃 没问题 来 各位 既然都说可以吃就别慎着了 好吧 吃吧 来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牛肉当中 排名第二的牛肉 排名第一的是 我媳妇炖的 大家都觉得这个口感很好 也很烂 这个酱牛肉啊 其实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 纸切牛肉 什么 纸切牛肉 纸切牛肉 就说这个牛肉啊 为什么这么软烂呢 为什么要 用一张纸 就能够切开 就烂到这种程度 确 纸切牛肉 很厉害 但更厉害的是 您在家里啊 只要掌握几个小窄门 就能轻轻松松地 把这纸切牛肉给做出来 真的 到底怎么做呢 各位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现机 酱牛肉 因其酱香浓郁 肉质紧实 口感鲜美 从而成为家家户户 餐桌上的常客 冬天食用酱牛肉 还有暖胃痴寒的功效 是冬季进步的佳品之一 但是这酱牛肉好吃 却不好做 而市场上的酱牛肉 品质又参差不齐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 五星大厨 顾玉亮 教您在家里 自制纸切酱牛肉 不仅简单方便 而且它的软烂程度 还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我们今天做的这条菜呢 叫做纸切酱牛肉 为什么在酱牛肉之前 加纸切两个字呢 就是用它来形容酱牛肉的软烂 到底这纸切牛肉 有多么的软烂 在做之前 咱们先拿一块 做好的酱牛肉来试一下 这是一张普通的打印纸 拿它真的能切开酱牛肉吗 我们看 这张打印纸 在切酱牛肉的时候 非常的顺畅 而且不一会儿 就已经切进去了三分之一 可想而知 这块酱牛肉 有多么的软烂 但是 这么软烂的酱牛肉 我们真的能在家自己做吗 这做起来会不会很费事呢 其实酱牛肉呢 我们在家就完全可以自己操作 要想做出味道浓郁 口感软烂的酱牛肉呢 您只需记住 两个窍门和三种调料 这样做起来呢 就非常简单了 顾大厨说 这两个窍门非常的好操作 而这三种调料 也是咱们在市场上就能买到 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 那么 咱们先来说说 这酱牛肉所用的牛肉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这里用的牛肉呢 是牛腱子 这酱牛肉啊 该软烂的地方要软烂 该有嚼劲的地方要有嚼劲 这样呢才会好吃 这牛腱子呢 牛肉有筋 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首先把牛腱子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放进锅里 这里您可要注意 顾大厨的第一个窍门可来了 因为酱牛肉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先在锅底放一个壁子 这样呢 您就不用担心糊锅了 我们把牛肉放在壁子上 下面开始加水 这里要注意的是 我们先在锅底放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cause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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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anything negative cause I just wanna hear it out your mouth yeah give me fuel it's a tool that I use to go ahead and run my f**k mouth yeah I take shots i take loss i make shots i miss lots i tell you get big box you get yachts i swing lots and pop off a big shot I ain't done chasing got big dreams bigger things impatient who's at the top think they need replacement who's at the top think i'm gonna erase let face it i'll give up quick 自己的纸切酱牛肉 就可以出锅了 软烂的牛肉口感细腻 又不失嚼劲 美味的同时 还能温养我们的身体 是您在这个冬天 餐桌上不可多得的 一道美味 说完了牛肉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 这些秋天必须要喝的 强身健体的 对身体有一定滋补作用的 就是这个 烟窝 羊汤 这个汤还真不错 为什么呀 这汤已经是这个奶白色的 熬成奶白色的羊汤 才是最有营养的羊汤 对 喝起来才是最滋补的羊汤 对 这是你的认为 其他有补充吗 确实是啊 它炖到这个份上 应该是 好多羊肉的精华 都已经被熬出来了 才是出这个事 好了各位 好羊汤 这说了半天了 我们今天接下来 要面对的 实践未解之谜呢 就和这个羊汤是有关系 我们来打开实践宝典 看一下 好 奶白羊汤的秘密 太棒了 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秘密呢 各位 让我们一起实践 出真知 随着天气转凉 大街上处处可见的 羊汤馆 生意开始火爆了起来 远远走过就能闻到 浓浓的羊肉辛香 降温时 喝羊汤最好 享受美味的同时 去走身体中的寒气 实在是美事一壮 可就在最近 这滋补的奶白羊汤 却引起了 郭先生的怀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前两天我买的这份羊汤 回家一喝 他就觉得味不对 跟我原来喝的 它不一样 我们拿到了 郭先生所说的 这碗奇怪的羊汤 乍一看并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地方 反而使其 奶白色的汤色 显示着 这应该是一碗好羊汤 那为何郭先生会觉得 他有问题呢 首先那羊汤的颜色 它就不对 咱们平常喝的 都应该这种 自然的那种奶白色 有点偏黄 它这汤呢 特别白 尤其是放凉了以后 就跟牛奶似的 特别特别白 其次呢 就是羊汤的味道 平时咱们喝羊汤的 那个羊汤的特别鲜 但是我买这碗羊汤 它特别的香 香的都刺鼻 最奇怪的 这汤里呀 它没有油 咱们平时喝的羊汤呢 凉了以后 上面会有一层羊油 但是我买这碗 它没有 我是从来没喝过 这种羊汤 颜色上白 味道刺鼻 没有油脂 这种种现象看上去 的确是很奇怪 和我们平时 对羊汤的认知 完全不同 那么这种奇怪的羊汤 真的普遍存在吗 于是我们分别 从不同的地方 购买了三份羊汤 进行观察 发现三份羊汤 无例外的 都呈现 牛奶般的白色 也没有闻到明显的羊肉香味 我们在用细油纸 分别占取四碗羊汤 发现这几碗汤 都没有什么油分 实验进行到这里 似乎陷入了矛盾 难道说 我们认为的羊汤 出现的怪现象 都是正常 为了弄明白 羊汤究竟是怎么了 我们购买了新鲜的羊骨 和羊肉 准备自己熬制一份羊汤 与外面购买的羊汤 进行对比 我们将羊肉炖煮一小时后发现 首先一掀开锅 闻到一股浓浓的羊肉鲜味 此时的羊汤 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白色 但是 却不像郭先生买的羊汤 那样雪白 待羊汤放凉之后 我们发现 汤色依旧是淡淡的乳白色 最关键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汤面漂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脂 这由外面买到的成品羊汤 可谓是大香径庭 那么 会不会是我们炖煮的时间不够久呢 要知道 外面的羊汤管都声称 是用老汤炖制七八个小时 才能做出来的 因此 我们将羊汤继续炖煮六个小时 看看羊汤会不会变成奶白色 六个小时过去了 羊汤的味道愈加浓郁 颜色也有了些许的变化 乳白中微微有些发黄 晾凉之后呈现出自然的奶白色 汤面上有一层厚厚的浮油 但是 与外面买到的羊汤 还是大有不同 那么 为什么自己在家无法做出 同外面卖的一样 奶白的羊汤呢 难道是因为熬制的方法不对吗 还是说 这奶白的羊汤本身 就存在问题的 现在问题来了 自己家熬的羊汤 和外面卖的这个羊汤 为什么不一样 往这儿看啊 往这儿呢 有两小碗神秘的东西 我呢 不用熬制 可以大家做出 奶白色的羊汤 没有羊肉的羊汤是吗 你不管有没有羊肉 它也不会成为那样 那咱们记得往下瞧 好不好 现在给你调出一碗羊汤 我可能不用多 我这个可能也就这么 一小勺吧 然后这个糕状的 我再来一小勺 好 再倒点水 我倒味了吗 这就是奶白色的羊汤 你闻一下 这个就是羊肉的那个 这个它不仅仅是 就是熬好的那个羊肉的那个香味 有而且是已经把料 什么都放足了的那种 你看 两碗羊汤放在一起 如果我刚才不告诉你们 让你们自己选的话 你们可能会选哪碗呢 说实话羊汤呢 说实话要说实话 我要选清淡一点 就是刚做出来就是你那碗 因为感觉这个好像 还没有这个油大 是吧 那个太腻了呀 对这个一看就是 首先颜色符合我们说的 奶白色 罗斯文想做什么 其实我自己说实在的 我会选那个 左边有羊肉在里面的那个 对 因为 但是那个就是 真的是闻起来 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特别的 因为这是有对比 有对比 如果没有对比 我觉得我闻到那个 可能会相信的 那个左老师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有两种神秘的食材 刚才大家看了一下 有一个这个粉末状的 是吧 一般很多的 一些批发市场都可以买到 这是什么呢 羊肉香精 也就是说 我这个可能里面没有羊肉 但是我勾兑出来以后 里面就有浓烈的这个羊肉的香味 羊肉的味 就出来了 另外我这儿不是还有一小碗 这个膏状的 那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 叫羊骨白汤 这个白汤呢 它什么作用呢 它一尺一放进去以后呢 就让这个汤啊 一下就成为变稠 变得奶白色了 一个是调色 一个是调味 就这两种搭在一起的话 里面没有任何的羊肉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种事情出现呢 因为这两种 这种买的这种食品的添加剂啊 它非常的便宜 所以就让一些不法的商贩呢 就觉得哎 这是有空子可钻了 那么按照专家的这种方法 所勾兑出的假羊汤 是不是就是郭先生买到的羊汤呢 为此我们自行勾兑了一份羊汤 与郭先生家的羊汤 进行对比 我们在热水中 加入一小勺的羊肉香精 和羊骨白汤 根本不需要长时间的煮制 只需要稍加搅拌 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刺利的 类似羊肉的气氛 羊汤甚至出现了 我们之前熬制六小时 都没熬煮出来的奶白效果 接下来 在羊汤冷却之后 我们进一步用西油纸 去沾取羊汤表面 发现没有任何的浮油 这种现象表明 郭先生买到的羊汤 无疑就是勾兑的羊汤了 那么这种无论原材料 还是制作方法都简单到 难以置信的假羊汤 喝下去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假的羊汤不但滋补不了身体 里面有些成分呢 还会危害到我们身体的健康 比方说里面一些香精 一些果然酸辣 如果过多的话 会危害到我们的胃肠道 我们的神经系统 如果长期喝这种假的羊汤的话 有可能还会致癌 那么为什么商家要冒着 这么大的危险来做假羊汤呢 恐怕离不开的 还是这背后的利益趋势 那么真假羊汤 它的成本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一款好的羊汤 真的羊汤 我们熬制的第一个 时间要长又没火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有很多的羊骨羊肉 那么一碗好后的羊汤成本呢 大概在十块钱左右 而一碗假的羊汤的话 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成本 一桶比较大的羊肉香精的话 可能就十来块钱 我们只要取其千分之三 就可以熬出一款羊汤 它的成本可能就只有几分钱 所以真假羊汤 它的成本相比呢 是非常大的 那假羊汤可能只有 真羊汤的1% 所以这种暴力 足以让一些商家呢 铤而走险 那么在如此高的风险下 我们有该如何分辨 这种勾兑而成的假羊汤呢 第一招 我们是要看这个油 含量多少 一般的话 好的羊汤 我们熬的时间比较长 里面呢 有些羊骨羊油等等 它的油相对来说比较大 而假的羊汤呢 相对来说油很少 第二招的话 我们就是要闻这个 尝一下这个味道 好的羊汤的话 它闻起来很香 因为煮的比较稠厚 喝起来呢 也是口感比较顺滑的 而不好的假的羊汤的话 我们闻着很香 但是喝起来很寡淡 就像水一样 它的水料是分开的 还有些刺口 第三招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颜色 那么好的羊汤的话 它是乳白色的 而且呈半透明状 如果是不好的羊汤的话 我们看着它像牛奶一样 非常的白 但是呢没有透明状 你也看不见里边一些羊骨啊 羊肉等等 所以从以上三招 我们就可以辨别出好的羊汤和假的羊汤 专家老师教的方法 是不是很简单呢 大家只要按照这个专家教给的这个方法 就能轻松辨别出 哪一碗是勾兑的羊汤了 天儿哥 我特想知道啊 在家里面我们能不能熬出那个奶白色的羊汤啊 那得多费没气啊 我觉得我买那么多羊肉 我花那么多代价 我就熬出一碗羊汤来 我多亏啊 就是 你们这问题都不是问题 不用花那么长时间 也不用花那么多代价 也不用那么复杂的工序 在家里就能有轻轻松松啊 做出鲜香的奶白色的羊汤 而且不仅仅是一碗汤 这叫什么 一养两吃 接下来把方法教给您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众所周知 历东时节是喝羊汤的季节 但是熬羊汤极费时间 动辄就要熬上七八个小时 而且需要大量的羊肉羊骨 成本高又废货 那么如何才能自己在家做出 省时省力又省钱的奶白色暖山羊汤呢 我们今儿就请出顾大厨来为大家揭晓 据说用了他的方法 不仅大大缩短熬制羊汤的时间和成本 而且熬出的羊汤可谓是汤白如奶 最重要的是在一小时内就能做出两道美食 只要三十块钱一个小时 我就能做出奶白鲜香的羊汤和香煎小羊排两道菜 奶白色晶莹的羊汤令人口口生惊 唯为无穷 汤色虽白却非常透亮 利东士杰喝上一口 从身暖到鲜 金黄鲜嫩的小羊排真正做到外焦里嫩 轻松脱骨 两者搭配颇有些中西合并的意味 但是究竟如何在一小时内做出两道美食 又将成本大大压缩到了只有三十元呢 顾大厨来为我们层一层揭秘 要想完成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做法呢就大有不同 需要有妙招了相助 那么我今天就把奶白鲜汤的做法先教给大家 要想在节约成本的同时熬充奶白鲜香的羊汤 羊肉的选择恐怕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羊肉呢 羊肉太瘦呢 没有油脂 寡淡 不好喝 羊肉太肥呢 又会太油腻 我们应该选择肥瘦相间的羊排 我们在熬羊汤的时候呢 一斤羊排配上二斤羊骨 这样呢 汤不仅是味美 并且能够把成本控制在三十块钱以内 挑好了食材 接下来就是如何制作 过大厨又会有什么妙方呢 我们做羊汤的时候呢 都会选择用飞水的方法来取出腥味 那我们今天呢 用冷水浸泡的方法来代替 这样呢 可以取出腥味和杂湿的同时呢 就能保证羊肉鲜嫩的口感 将羊肉和羊骨浸泡在凉水中搅动 只要等血水都浸泡出来 捞出备用即可 接下来 您是不是以为 只要将羊排和羊骨一起下锅炖煮就可以了呢 答案当然是不 我们将处理好的羊骨敲碎 羊排切断 加入葱姜去腥 一起上锅蒸制二十分钟 我们之所以选择蒸来代替野煮的方法呢 是因为蒸气的温度要比水的温度要高 这样的话能够使羊肉快速地成熟 并且能够保持羊肉的原味 二十分钟过去了羊肉已经蒸好 我们可以看到盘子里有很多的汤汁 羊肉和羊骨的精华大部分都被蒸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用蒸出来的汤汁来制作羊汤 要想使羊汤暖白 接下来的步骤很关键 首先一定要把锅烧热 这样做出的羊汤才会暖白 将蒸出的原汤加入锅中 就可以看到汤的颜色一下就变了 这时候下入羊骨加入开水 那第二个是羊汤奶白的方法呢 就是在家开水的时候啊 一定要一次性地加毒 没过羊骨 否则呢也会影响奶白的汤色 紧接着加入少量桂皮 白纸 肉扣 大火熬制三十分钟 临出锅前撒上点封口盐 我们的奶白羊汤就制作完成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来制作另一道冬季美食 香煎小羊排 我们刚才做羊汤的时候呢 就用到了蒸出的圆汁和羊骨 那我们把剩下的羊排呢 离干水分 锅底留少许的油 把它煎至金黄色 煎羊排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不健康有些油腻 但是我们有一味神秘辅料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它和羊肉搭配 不仅可以去除羊肉的腥脏味 还可以有效地控制 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 让您在立冬时节里 大块朵移没有后顾之忧 奶白羊汤不够过瘾 还有金黄酥脆的小羊排 一羊两吃 省时省钱又省力 神秘食材巧搭小羊排 健康美味两不误 更多精彩 尽在本期实践出真知 竟什么食材与羊排搭配 才能好吃不油腻呢 其实这个神奇的辅料就是羊葱 我们将羊葱切丝下锅 煸出香味 加入煎好的小羊排一起炒制 最后加入少许金盐和黑胡椒 进行调味 香煎小羊排也就大功告成了 算算时间 热乎乎奶白的羊汤也刚刚出锅 寒冷的冬日 是不是奶白羊汤和小羊排更配呢 今天的节目您是否有所收获呢 品味求真实 实践出真知 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扫外屏幕下放大微码 来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登 肥师随地看电视 感谢优酷王 土豆网 腾讯视频 送货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PG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二还有更精彩的话题